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一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周六重遊戲上市吧 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北方戰役是該系列的最新作品 遊戲描述著原作二代與三代之間所發生的北方戰役 並透過北方列隊的傭兵少女維拉與電視動漫中的角色人的飾演 帶領玩家解開北方戰役的真相 遊戲就是放置的類型,最多可以安排五位角色 而戰鬥玩法就是那種自動戰鬥加上使用怒氣的攻擊 每個角色都有他的特色 像是我們的女主角就是磁科的類型 他就可以使用技能閃生到敵人的後面做攻擊 而陣型的部分分為前、中、後 每個角色都有失了的位置也可以自由的更換 玩家不只要善用各個角色的技能與特色 創造各種團隊戰術 戰鬥時優先攻擊對象 還有使用怒氣戰機的發動時間 都是大幅改變戰局的關鍵 再搭配上導力器的組合系統 甚至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戰術 除此之外也會有一些有趣的事件 像是試煉森林 就會有很想入來的特色要素 也會有一些迷宮玩法 除了電視動漫中的故事之外 玩家還可以與電視動漫中 為登堂的全新角色 一起深入體驗直線故事 享受全新的發展與感動 突見莉莉是由真好玩娛樂科技 代理的手機遊戲 擁有精緻的動漫畫風 精彩刺激的對戰系統 地球上出現了對人類造成毀滅危機的巨大生命體HUGE 而少女們將作為莉莉 接受嚴格的訓練 為人類而奮戰 而玩家將可以在三所不同的女子學院 百合秋、海倫索 還有神廳高校中 選擇一位莉莉一同冒險 遊戲以武器美少女的戰鬥為主題 是橫向回合制卡牌戰鬥RPG 在戰鬥中玩家只能控制主角本身 其他的人物都會自動戰鬥 或是使用技能與回帝卡 來增加自己與隊友的加成效果 可以運用不等的莉莉與回帝卡 搭配出最強的戰鬥組合 可擁有原創故事劇情之外 也陸續推出了小說、漫畫、動畫、舞台劇等相關作品 讓喜歡這部作品的玩家更能沉浸在遊戲當中 魔王我不類是一款全新的白英雄放置卡牌遊戲 才用可愛的像素畫風 在有一種玩家將告別最常見的勇者身份 與勇者一同戰死之後 被女神帶到其他的異世界 而且重新展開以魔王之名的冒險之路 遊戲玩法是放置類型 雖然是直立式 不過畫面的部分有一點是實路角 所以感覺沒有像一般放置遊戲這樣這麼的狹小 而戰鬥部分也是自動戰鬥 角色放上去之後就會自動攻擊 也會自動的使用技能 玩家可以透過站位還有屬性搭配 來調整戰鬥的優勢 每個角色也有自己的特性 像是前期送的SSR 它就是刺客屬性 殺死敵人之後就可以再次觸發行動 另外一般在戰鬥地圖上也可以自由移動 感覺就有點像是RPG玩法 再加上它每一個小段章節 都會有動畫去做演繹 整體的遊戲風味感做得非常好 更讓玩家可以融入在當中 後期還有有趣的副本 PV或者是戀愛互動等玩法 玩家將可以收集多樣的美少女 一同冒險 展現自己的法道一面 順便挽救世界 葛蘭騎士團極限傳說 是由Game Saga 葛蘭騎士團IP系列的最新房子作品 一開始玩法跟一般的放置野心差不多 就是簡單的房子角色 它就會自動打怪 也會自動的累積金錢 這個時候玩家就可以透過 達到金錢來強化自己的能力 等到等級達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開啟騎士團的空位 玩家就可以安排其他的角色上陣 也能透過升級升星來強化角色 後期等比較多的時候 還可以透過切換視野 觀看每一位角色的畫面 甚至還可以控制每位角色的移動 在戰鬥上面就會變得比較有趣 在畫面上面的表現 雖然是耳敵畫面 但是有些角度看起來都非常立體感 玩家可以招募多樣的英雄角色 逐漸傳說中的騎士團 後期更有多樣的陸賴、生存、捕捉怪物等各種小遊戲 供玩家體驗 昆蘭知名手機開發商 再次推出新作 破壞突擊隊 最後一中 每場對戰將有10位玩家 散演14級的爭鬥 在每4分鐘的激烈競爭中 建立自己的突擊隊 並與各路好手爭奪寶石 在戰鬥中 玩家可以透過打怪就可以得到金錢 有了金錢 我們就可以去開寶箱 看起寶箱會有相對應的金錢 就可以召喚新的夥伴 而遊戲中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得到綠寶石 砍樹、打怪都可以 最後在戰場上 綠寶石追逗角色就算勝利了 遊戲整體玩起來非常輕鬆 跟收錄包含來自 超少宇宙的角色都會收錄其中 得到他們的順便 還可以陸續進化 他們就可以去到更新的技能 金色傳說是一款像是風手機遊戲 遊戲玩法就是防製類型 玩家能組建四人小隊 組成一個屬於你的冒險團 以成為最強的冒險家目標 不斷的冒險 玩家能夠透過打敗每個光卡的BOSS 就可以獲得強力的裝備武器 在裝備上去之後 就可以增加角色的戰力 也能透過完成任務 就能得到找到環犬 也能召喚更強大的英雄 而每個英雄都有不同的職業 也會有不同的技能可以使用 品質越高的英雄 技能也會比較多 目前遊戲是搶先體驗 感覺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優化 怪彈異世界是一款有趣又二搞風格的手機遊戲 一開始我們有兩個怪物可以選擇 這兩個怪物後期都可以進化成人形 遊戲的玩法就是探索迷宮類型 在進入遊戲之後會有四個傳送門 玩家可以選擇其中一個進去 每個傳送門都會有不同的事件 有時候是寶箱 有時候是怪物 當然也會有一些特殊事件 而參鬥部分就是回合制類型 我們在參鬥中可以使用多樣的技能 這個技能部分就是我們所得到的英靈 它可以裝備在我們身上就可以使用 另外也會有寵物系統 寵物的部分最多裝備三個 而且寵物是可以在場上幫我們作戰 再加上屬性克制 還有本身比賽技等等 戰鬥上面還算蠻有趣的 後期當等級還有資源足夠時 我們還可以進化我們的角色 算是一款畫風非常特別的小品遊戲 《施戰三國》是一款全新的 三國卡牌策略遊戲 遊戲也擁有了多元的戰鬥手法 盡情享受顛覆角色設定 策略戰鬥的樂趣 在遊戲中 玩家將賣一名兵竹 在擊敗死去的和少帝的通師 卻發現少帝的屍體變化成屍鬼 同一時間 很多死去的武將也都變異了 也包含了殞民旅布 這個三國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屍鬼時代 一開始玩家可以選擇 死動屬性的類別 分別是青龍、白虎、玄武、朱雀 這個屬性則是會相對應 各國人物的屬性加成 也就是初期的流派玩法 一般我們在遊玩時很像是動作類型的感覺 不管是進入軍營或者是城市 都採用3D的遊戲畫面 在進入戰鬥之後 就變成一般的戰鬥畫面 加上手動施放技能 不過遊戲畫面還是很棒的 每個角色在使用技能時 也都會加上特殊的動畫去做展現 遊戲也加入了非常多的玩法 像是羈絆系統或者是合集技能 也都可以帶來更大的傷害效果 而遊戲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一開始選擇主角的流派玩法 稱對各國的特色去做安排 像是無果的角色就會用火焰的效果 在戰鬥中就可以給予燃燒還有持續傷害 而群雄類型則是會有負面的狀態 而我個人覺得最特別的就是屬國 他們附加的狀態則是連擊效果 可以讓角色們不斷出發追擊 大致上就是一個追擊隊伍的玩法 而在劇情上面也還蠻不錯的 像是劇情到了溫酒掌滑雄的地方 就變成關羽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強 請喝下了深入屍鬼血液的熱酒 反而提升了自己的力量 整體玩的感覺還蠻不錯 永夜風雅是一款充滿國運味的 二次元國風卡牌揚身手機遊戲 以精美的中式畫風畫面 以深度的卡牌測利玩法 為玩家帶來一個極神秘又威美的幻想世界 作為玩家的你被神秘所選中 成為了最後的神官 將可以蒐集來自神秘中的遺物 與他們產生連結 一同對抗潮汐的到來 遊戲的玩法就是塔方類型 說明白一點就是貓咪大真真那樣 玩家在每次對局之前 都需要配置十個角色來進行戰鬥 而在戰鬥時候需要消耗能量 才能讓角色上場 玩家本身也需要升級本體 因為本體能量是有上限限制 需要升級才能夠累積更多能量 到後面的角色上陣都至少需要一百多點了 而戰鬥中加入了很多的元素 像是地形 就會因為地圖上的部分 會有不同的爭議或是簡易效果 有很多的角色也會有不同的客製關係 由於上陣的遊戲角色眾多 所以我們搭配上面就會有很多的流派 我們可以根據遊戲對局的情況 來進行配對選擇 到後期還可以準備三種特殊角色 在累積完能量之後就可以使用得出的技能 採用獨特的中國畫風 而遊戲的畫面都特別的動畫去做演繹 再加上擁有獨特的風格與世界觀 為玩家帶來全新的遊戲體驗 失落的方舟故事的背景在中世紀歐洲 描述一個和平又奇幻的世界突然被惡魔入侵 玩家為了尋找分在世界各地的方舟展開的冒險旅程 在遊戲中玩家能夠自由培養多種職業 每個職業都擁有不同的體系與技能 讓玩家體驗不同的樂趣 在人物設定方面 擁有非常多的元素可以調整 臉型、頭髮、外觀、特色 每一個都還可以細部調整 遊戲中共有四種基礎職業 戰士、格鬥家、獵人、法師 在選定職業之後 還會有二到四種不同風格的進階職業 像是魔法師這個職業 他就可以選擇卡牌大師、召喚師還有引遊師人 在選擇之前也可以使用每個角色 這樣就不怕選錯職業 戰鬥部分就像暗黑波海神那樣 遊戲的畫面還算不錯 戰鬥起來也非常的順暢爽快 一開始的角色就有六種技能可以使用 也可以透過三重的核心系統 強化技能讓他擁有完全不同效果 使戰鬥風格的選擇更加多元 在地圖上 有時候也會有不同的分支道路 也可以透過攀爬或者是跳躍通過 搭配易上手的戰鬥系統 創造屬於自己的連續技 後期還可以與眾多好友們 一起挑戰強大的世界BOSS 由Hoyoverse全新IP動作 絕驅靈 全球預約人數已經突破3000萬大關啦 也確定在暑假7月4日正式上市 故事發生在神秘的超自然災害 空洞所侵蝕的近未來 在這個災禍頻繁的世界中 玩家家稱為傳奇空洞 旅都市的關鍵少數 名為神將的特殊職業人士 等待在這裡見證所見的故事 機甲美少女RG交錯戰線 近期將展開預先註冊 遊戲的世界觀為架工的幾乎以來 玩家將擔任異星探索計畫的總隊長 這部保衛地球 也於未知星球攻擊任務 也擁有各式戰鬥力的機甲美少女隊員 他上攏攸攸攸出國 略形異星文明的真相 熱鐵江湖改編ARG手機遊戲 熱鐵江湖S 釋出了首支的宣傳影片 講述著天魔神君的地址 韓飛官與劍皇傳人 唐花鳳的一段冒險故事 遊戲C款動作用華麗 並且將著重還原原作敘事的動作RPG 在這次的宣傳影片中 玩家能夠一虧角色們 劍、槍以及弓、斬斗的模樣 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由Gravity發行MMORG手機遊戲 RO仙境傳說出行之戰 預計會在6月6號正式上市 遊戲是一款100% 移植至RO電腦版的畫面與特色玩法 讓玩家可以重溫經典MMORG手機遊戲 保留了RO仙境傳說最初的理念 出發點 讓玩家可以隨時隨地 再次體驗出行者的冒險 由UBISO索菲亞工作室開發的刺客教條幻象 預計在6月6號 Apple Store上架 遊戲是由劇情推動的精彩動作冒險 玩家將推隨 年少盜賊 貝希姆的腳步 看他如何在90 季 巴格達的黃金時代中 蜕變成磁殼大師 此外 遊戲的操控方式也特別針對了 觸控螢幕去做調整 提供玩家舒適輕鬆且引人入勝的 直覺式遊戲體驗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訊問吧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快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黑小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